各位朋友,你們好 你們可能都會吃過 拌意粉,拌沙律的醬 很多時候都會用Basol來做 但有沒有想過 原來Passo醬其實可以用Cylentro 即是芫荽來做 很多時候在多倫多賣完西 它不是一棵小棵 它多數叫你一閘一閘 很有趣,如果買的時候 你可能要2元一閘 但如果兩閘一起買,就要3元2閘 很多時候都會買多了 買多了之後 你不可以說一次過可以馬上吃完 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來做Passo醬 需要的材料很簡單 而雞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泥塵 所以洗的時候 盡量多一點水 換多幾個水,養乾淨 所以要確保住它們的塵和泥 為什麼呢?因為Passo醬是不煮的 這樣做過後就可以生地吃 所以一定要洗乾淨 做Passo呢,傳統是有綠葉的荷物 加果仁和橄欖油 還有芝士 而今次我做的方法 就不會加芝士 但我們會加檸檬 還有少許蒜頭和辣椒碎 這幾大種食物 自行配搭 就可以做出你自己喜歡的Passo 好,材料就已經全部都搞定了 檸檬汁 有少許辣椒 鹽 這個就是 腰果 蔥 蒜頭 橄欖油 和我們主角芫茜 首先我們就將腰果 醬汁 我們白鑊 在一個小鑊 白鑊加熱 讓它有香氣就可以了 輕輕火就可以了 我剛才大了火 忘記了,走開了 有一點點的 還未到焦 但是呢 我繼續小火一點 讓它燙 如果你不想那麼麻煩的 放進焗爐裡 325-8-10分鐘都可以 好 搞定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把所有材料 放進去 就可以了 然後打碎 這樣就做好了 就是這麼簡單 首先呢 首先呢 這個的橄欖油 我先放少許在底部 先切一切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可以呢 把我的芫茜呢 就放進去 一下去 固定一點都不要緊的 我這裡有很多的 我不需要全部放 我就放滿了我這個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現在也是 先把它放進去 我們把檸檬汁 放進去 鑑藥油 多加一點 我現在這裡 也不夠4分1杯 我放了2匙 可以大量 然後就打了 打一打一打斤 這樣 那好快就會混在一起 看一看 差不多了 還有一些Stamps 就是那個 管還有一點 但是都差不多了 但是這個時間呢 我就試一試味 再加多一點的 橄欖油 你喜歡酸一點 好像我這樣 我喜歡再酸一點 我又可以再加多一點檸檬汁 加多一點 因為我就是四分之一杯 半杯 我剛才只是加了四分之一杯 現在我加多一點 還未夠半杯 的份量 再打一打 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 多滑多漂亮 完成了 如果我們放在玻璃瓶裡 或者傳氣的瓶裡 或者傳氣的瓶裡 就可以 放進冰箱 可以放三天 但是放進冰箱 冷了 就可以放久一點 這次呢 像我這樣做了這麼多 放進冰箱 即是做開了一個個 冷了 放進冰箱 就最好了 隨時你想 譬如做鵪裂 做 可以 想吃的時候 拿出來 放進冰箱 然後就可以 然後就可以用了 這樣 你怎麼用呢 大概 你 如果 你吃意粉 你可以 像冰粒 的方法 就是 煮好意粉之後 你真的把這個 在冰箱裡拿出來 放一會兒 到吃的時候 就放進去 拌勻 趁熱拌勻 拌勻 拌勻 這樣就可以了 要試味 大概 如果是意粉 的話 你可以 一碟 意粉 可以放兩粒 那 像我今晚 會煎牛扒的話 也可以 用來點牛扒 甚至乎 你可以用來 做沙沙醬的底 沙沙醬 就是說 你可以 切些 切些 例如你想切青瓜 一些 番茄 切了粒 然後 就用這個醬 拌勻 一起吃 就可以了 當然 好吃 就是在乎於 你是哪一個 喜歡吃芫荽的人 像我一樣 我是很喜歡吃芫荽的 我覺得這個醬 超棒 很棒 買了一些平常的麵包 你也可以就這樣 擦你吃 最好呢 就是我現在 切開了麵包 小小件 然後拿去醬 醬 醬了之後 來擦你吃 看一下 醬汁已經 醬汁已經醬汁 醬汁已經很好了 我們就可以 將沙沙醬 塗上去吃 這樣就可以了 顏色很漂亮 很美 看看吧 試味 很好吃 你們也要試試 如果想吃一些小食 像沙律 沙沙 清爽一點 又可以 用蕃茄 我這裏有2個很小的蕃茄 切碎了 我們就可以 把一匙匙的醬 混合 混合 我們可以等一等 讓味道融合 大概 40分鐘 它就會很好吃 我們現在就開始做牛扒了 牛扒 我這次就用這個 油骨的牛扒 Rip steak 隨意的 放些黑椒碎 放些鹽 放些迷迭香碎 拍一下它 讓它可以 在表面上黏住 兩邊都要下 然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 一個真空袋裡 沒有這些真空袋 用密實袋也可以 然後我們就抽真空 如果沒有真空機的話 都可以用飲管吸出空氣 也可以 炒好真空 我們就可以預備用慢煮飯 今天我是用慢煮飯來煮的 130度華氏 55度攝氏 煮40分鐘 將它完全放進去 浸著它 計時就可以了 這麼快就已經做好了 倒出來 印乾水分 或者抹乾水分 抹乾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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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一塊牛油上去 然後 開火窗燒 你呢 是可以用鍋煎香 兩邊的 那我呢 就覺得用火窗呢 我又省時間 我又 不用洗個鍋 兼斜呢 就是 我不用弄到家裡這麼大油煙 我現在這樣燒 我都盡量 不會燒到它很大煙 那兩邊呢 慢慢地去燒它 燒到它有點上色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呢 我 不燒都可以的 都可以 就這樣吃就已經可以了 因為它已經進入了一個安全的食用溫度 其實就是 這個已經是半山熟的medium rare 除非你說 我想要吃熟一點 你就可以將時間較高溫一點 那較高溫一點 它就會熟一點 你就會再吃得安心一點 當然吃牛扒 我們是不完全熟的 食用這個慢煮盆煮 最好的就是 牛扒燒完之後 仍然是很多汁 很美味的 你看看 我們就可以預備一枝紅酒 今晚的晚餐就預備好了 就是有這個芫荽果仁醬 配我這個慢煮出來的牛扒 然後我焗了一些薯仔 這樣就沒有拍片 因為這個實在太簡單了 配菜呢 就是番茄沙沙 都是用這個醬拌的 等它融合了十幾二十分鐘之後 一起吃 番茄的甜味都出來了 很好吃 配牛扒很棒 看看 超多汁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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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也試一下 這個芫荽果仁醬 雪好在冰箱裡 雪好之後 我們就馬上 移動它出來 一粒粒 然後呢 你就可以放在 墨石袋裡 那我就放進 一個植膠製的墨石袋裡 那就可以隨時用的時候 就從雪櫃拿出來 就可以用的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那就已經解決了 我經常買了芫荽 用不完的 這個煩惱了 希望你們都喜歡 今天呢 跟大家呢 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 可以試做 下次再見 拜拜